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这一行没指望了 眼睁睁看着失业大潮涌进这里 中国大饥荒或在线 这新闻一旦出来 就离饿死不准要饭不远了 中国大学跌得最惨的专业 今年彻底崩了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副频道 今天是9月13日星期五 我们的主频道每天发布6到7个视频 我们也会把主频道的视频链接发到副频道社区 获取被忽视的关键信息 做出最佳选择 我们的报道祝您看清真相 规避风险 欢迎您订阅 点赞 转发和留言 传播我们这个频道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这一行没指望了 眼睁睁看着失业大潮涌进这里 9月6日 外卖骑手55岁的丹王命丧杭州街头 但至今他姓甚名谁 具体去世原因是什么 以及家庭情况等等 人们仍然无从得知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但这位丹王的背后是1300万的中国外卖骑手群体 这一事件拷问的是庞大骑手群体的遭遇 而近年中国经济下行 就业市场压力倍增 事件本身也映射出普通人在这种社会状况下的就业无奈 目前身在美国的陆乾坤已经摆脱了没日没夜跑单的那些日子 但在看到丹王离世的消息时 他依旧与待绝望 外卖员猝死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这并非个例 我认为在每一个城市 这种外卖员突然离世的事情也是经常性发生的 如果是放在全国 至少是以10万为单位的 陆乾坤认为 之所以骑手频频出现事故 跟外卖平台的算法有很大关系 他举例说 他们的时间算法算得特别厉害 平时一个订单可能一般需要10分钟 但如果有一个骑手只用了8分钟 下次平台给出的时间就是8分钟 这迫使骑手要跑得更快 才能不超时 无论是平台的挤压 交通的状况 还是家庭生活的责任 这种种因素都给骑手带来很大的压力 陆乾坤对中国社会整体的体制表示不信任 他认为 美团这种平台压榨骑手的道理 就和中共权贵奴役人民是一样的 中国99%的老百姓都在为1%的权贵书写 同样的道理 美团99%的骑手或者工作人员都在为公司书写 他虽然认可美团这种公司为老百姓提供了工作机会 但他们不是把人当作人来对待 最后才造成了这么尖锐的矛盾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劳工组织 中国劳工观察负责人李强分析说 在中国社会 依靠工会组织来解决劳工阶层的待遇问题是不现实的 因为真正代表劳工利益的工会组织并不存在 在舆论中没有 在组织形式上也没有 在法律上更是没有 虽然中国有官方的工会组织 但外界一般认为 他们并不替劳工说话 目前 陆乾坤在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开车做外卖快递 服务的公司包括Uber、Doordash等 我倒觉得一切都很好 他说 至少他能看到希望 并且是在他的身体和心理能够承受的范围 中国大饥荒或在线 这新闻一旦出来 就离饿死不准要饭不远了 中国经济加速衰退 中共官媒却鼓吹新培育的沙漠水稻 一年亩产万斤 9月9日 新疆和田地区官媒刊文宣称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团队 在和田农业产业园培育的大棚水稻 只需75天即可快速成熟 近日测得亩产高达1051.5公斤 还有官媒野树团队主管杨其长的话称 如果一年售获五茶的话 一亩地一年的产量就可达到5000公斤左右 就能实现粮食作物的高效生产 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云云 不过 该团队提到 这种大棚水稻需要全营养液栽培 三层立体种植 智能LED补光等等 所需温室成本仅为1平方米350元左右 有网民据此估算 1平方米350元人民币 一亩地的成本超过23万元 网友嘲讽 这么高成本种出1万斤水稻 到底合不合算 这种稻米便宜不了 谁能买得起 这毕竟只是温室水稻 不具备推广的价值 有自媒体长篇大论 最后也只得出一个水稻生产周期减短 能加快盗种培育的结论 海内外网友纷纷留言 熟悉的味道又来了 不是又来了 是从来没离开过 大饥荒前奏 这新闻一旦出来 就离挨饿要命不准要饭不远了 还有网民说 浮夸风 亩产万斤 这是为马上到来的粮食危机找借口 重新让农民浇工粮了 一看满平大丰收 大概率是粮食又出问题了 中国大学跌得最惨的专业 今年彻底崩了 刚开学 土建类专业就传来一条炸裂消息 网传消息说 五大建筑学大一新生集体跑路 原本四五十名学生 转专业后只剩四个人 学院教授人数直接反超学生 作者智古趋势撰文说 一时激起千层了 虽然经过查证 消息的来源不明 很可能是假消息 但网友热议 仍然为之沸腾 最主要原因是 现在高校的土建类专业是真的崩了 各大高校 土建类专业身价暴跌 一众知名985高校 如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山东大学的土木类国家专项 在河南也招不满 同样进入志愿征集 很多考生 宁愿不服从调剂 也不报考 土建类专业为何越冷 答案也很简单 随着大基建时代的结束 房地产业的不景气 土建类专业也进入了冰河期 这直接反映在就业上 麦克斯发布的 2024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 从2019届到2023届 毕业后从事建筑工程的人 占毕业生总数的比例越来越低 前5年来 这一比例的降幅 是46个职业类别里的第一名 土建类专业学生 毕业后如果在设计院工作 那么工作00期 月薪洗提两三千 继销看运期 可能是行业常态 至于工作时长 时间以前下班算早的 有同事为了一个项目 连续三个月凌晨三点下班 累到吐血 工作强度上 9960少见 7107才是正常 女生当男生用 男生当畜生用 如果你问行业前景 20年突飞猛进的发展下 行业早就趋近饱和 年轻人出头的机会少之又少 三四十岁的还在工地常住的 一抓一大把 至于个人情感 单身的找不到女朋友 结婚的赔不了老婆孩子 顾家寡人 巨少离多 工地还是终身责任制 稍有不慎 青春就要在采缝刃机中度过 曾解合时 土木建筑类也曾是最热门的专业 时代真的变了 与持续遇冷的土建类专业 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多地警校录取分数的零年上涨 中国公安大学去年在四川的录取 就突破了一万位次大关 今年又上涨了一千多名 头党线638分 而北京警察学院的录取位次 上升超2500名 请大家多多传播和订阅 我们的主频道和副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选全部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内容 一些观众询问 如何找到阿波罗网主频道 您在我们的频道首页向下拉 有主频道的图标 点击就可以进入主频道 每个视频描述下 也有主频道订阅 加入会员和赞助链接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